然后第十 实戒为什么要在两块法板上 再重新读一下实戒的序言 实戒言律法的分类 为什么 至于为什么没有解释 但是这种分配的原因 这种分配的可能性的理由和合理性 是这样 前面关乎礼拜神 直接关乎神的独一性 然后不可雕刻偶像 然后不可忘成神的名 当时我安息日 直接关于神礼拜的 后六条是关于人的 因着敬畏神 人和人之间怎么样 孝敬父母不可杀人 不可参加不可信心等等 这样的 所以这样分为两大类 虽然分为两大类 其实它俩都是一整体 只不过是侧重点不同而已 当时上帝就那么颁布了 我们是根据这个结果 内容分析 上半部分是关于神 直接关于神 下半部分是关于我们人的部分 敬神敬人 然后加尔文牧师解释 这个敬畏神 礼拜神是人与人之间 伦理道德的基础 没有真正的敬畏神 人和人之间就不可能有这种 真正意义上的爱临舍 不爱神怎么爱临舍 原理也没有 动力也没有 能力也没有 动机也没有 目标也没有 所以礼拜神是爱临舍的基础 爱神 然后才能够爱人 这个其实解释古了 王宣宣 Neo 张 E.H.I.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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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M.M.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